就是这个菲律宾特警 好叫去救 有一个绑匪绑了一个四岁的男童 然后呢 等到这个绑匪捅了这个男童 捅了13刀 菲律宾特警才后知后觉 发现了 然后开枪将这个绑匪击毙 同时这个男童也身中五枪啊 打打打 所以人家这次 为什么香港有的这个家属啊 好像有三具遗体 就说不在你菲律宾验尸 要汇香港 甚至说可以开死阴亭 到底是这个门多萨 打死的 还是这个当时特警 鲁莽行动 行动的时候打死的 这个事儿现在 他不好说呢 你完全看到乱七八糟嘛 其中有一个镜头 非常清楚的 他们从那个旅行车的后面 进路去的时候 一进路两秒钟 马上退出来 对 那个镜头 这完全是代表他们乱七八糟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既然进入去 难道是不是你以为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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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途啊 已经不在呢 假如那里的判断 以为他不在 你才或是要死掉了 你才进去嘛 那假如你觉得他在的话 你完全预估你会跟他来对抗嘛 他会反抗嘛 那怎么会一进去两秒钟 对方一开仓你就出来呢 你应该是预估他在 他一定不会坐在那边等你来抓的嘛 一定来开仓嘛 你就冒死冒险 也要把整个任务完成嘛 没错 你就看到一进去两秒钟退出来 就完全知道他们的判断 完全没有章法可言 对因为比如说我不熟悉别的地方啊 像香港的飞虎队的第一条讯条就是 放弃攻击行动的时候 只准前进不能后退 那是啊 对不对 不过话说回来 你在讲菲律宾啊 我始终觉得这是整个政府的行政能力啊 你可以看到他的问题啊 现在今天我才看到一个报道说 原来那天 你记得我们上一集啊 我们在讲这个事 昨天啊 我们还说起一件事 就说他这个警察的首长随便答应他 说好好你复职复职吧复职吧 现在发现啊 原来他这个最高警察首长还真的说过 就就给他复职 就起码先这么说 对 但是这个命令 那么多个小时 没有传到现场 没有 然后呢 还不止 不是说特首真应权 打电话给那个总统阿规诺三世 他没回电话吗 人家说这是是不是外交等级不对啊 不礼貌 其实不是 因为他们APAC就是常常双边对谈的嘛 现在又发现是怎么回事了 换来手机 不是 是他助手啊 怕这个总统太忙 没跟总统讲 你想想看 这是一个总统的助手 一个警察首长 就是这个警察首长的下一个命令 几小时没有到达现场 你闻到家里没用飞用啊 听起来跟我家飞用 就是一样 我就说他这个阿基诺都三世了 还是没什么进步 这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说你不是阿基诺一世 你也不是二世 你都三世了 是吗 还这么说话 现在网民们 很多香港人就是对这个阿基诺三世 这个笑啊 不依不饶 当然我能理解 也许是一个领袖人物 他需要做出一副淡定的样子 但是呢 很多网友的感情觉得受不了了 你在这儿讲 说这个啊 电视直播 这个妨碍了我们的这个行动 然后还说 俄罗斯他们比我们有过训练吧 那俄罗斯那个什么歌剧院的那个事件 不也死人了吗 人家网友说 俄罗斯那个那是车臣游击队啊 你这个就是个门多萨呀 对 他讲话的确态度不太壮重 太轻松了 可是说你说他那个笑容 我觉得往往是他的长相造型的问题 他的完全就像那个台湾的肖万长嘛 没错 微笑老肖 完全嘴角是网上的 还有网上有一个说法啊 不是我说的 网上的那个gay people 同性恋的群体 他们那个观察蛮敏锐的 通常很快可以看得出 谁是他们自己人 谁不是 他们就一看他那个笑容 那个眼睛走路的样子 然后50岁单身 网上很多的讨论就说 我确定他是自己人 他是那个那个 激诺嘛 对 这种人都必须得这么笑嘛 不会吧 他们就有另外的 展开了另外的讨论 就说 所以说他那种态度 有些人觉得你身为总统不应该那么不关装 他们就反而从这个角度来辩护 就是说他语气态度不好一回事 可是他种种是我们gay people 同性恋者 平常可以表现的态度 当然这个网上的言论 大家也不能当真 没错 但是就问题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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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你说对于香港人和菲律宾人之间的这个这个感情啊 还是一个什么啊 所以我我刚才就讲 我们应该是要想啊 菲律宾这个国家跟我们香港人感情很深的 有那么多年的联系 我就不了解 这个嘉惠你也算是非用的雇主了哈 为什么只爱用菲律宾这个用 也不是 现在也越来越多用印尼跟泰国 但菲律宾是最早出来的 是因为他们最优秀吗 也有倾向 也有英文 因为 无可否认 像我们很多外来的朋友哈 从内地来 从台湾来 要找女佣 我们都会建议他先用菲律宾啊 呃 到真的逼不得已才用印尼哈 因为第一个英文沟通嘛 英文沟通哈 然后呢 一般是这样说法的哈 这是自己看你信不相信哈 在说印尼回教徒 回教徒在遇长生活的方式上面哈 我们没有说好跟坏 是跟香港好像华人哈 好像像吃啊 猪肉 还有整个宗教的信仰等等哈 比较 还有平常的作风啊 对于生活的作风 就比较 距离比较远 菲律宾比较有弹性哈 他们是这样说 还有不晓得什么理由啦 经常香港媒体出现的那种 家里的女佣 略带你的小孩 包括把脚挤头伸进你的小孩的嘴巴 给他允啊 包括用女性用那个月经那个卫星生棉啊 把血放进去煮汤给主人喝啦等等 好像是80%啊 都是发生在印尼女佣上面哈 可能用媒体的报道的效应 让大家有这种成见哈 可能是这样 所以对菲律宾女佣是比较 比较比较接近 还惹过一个这个香港和菲律宾 这个外交上面的一个事 就是香港有个文人 写了一篇文章 也许是其中啊 谈到所谓仆人之国 这种字眼 好像奴隶 奴隶 他用的这个菲律宾方面怒火万丈 最后是道歉呢 怎么怎么怎么收场 但是这次的这个事 你看香港 0 熊 熊 熊